當一個男人事業不好的時候有沒有 你會覺得說到底旁邊那個人是怎麼拉他一把 或者那個關鍵點是很重要的 而且那個當事人他怎麼去做心態的調整 會不會就是這樣越陷越深 我們通常看到就是說可能把另外一半都氣瘋了有沒有 很多另外一半是連講一句話都不敢講的 你今天在家幹嘛啊老麥 你問我幹嘛你以為我在家很邪嗎 那明明就很邪有沒有 就你講話各方面都會非常非常沾沾經驗 像其實這樣對所有的家庭跟事業都沒有正面 而且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那些例子 另外像是曾一劍和兩楊齊他們過去七年戀情 據說也有被比如說事業低潮有影響對不對 因為當時其實大家如果知道 其實曾一劍一開始在香港TVB做兒童節目主持人 後來演戲他第一個女朋友是邵美琪 當時談了七年的感情 那個而且邵美琪卻算是姐弟戀 但是邵美琪這段感情很濃烈 邵美琪一段時間得干病 因為太紅了拍戲得干病 所以曾一劍還承諾一生一世要照顧邵美琪 可是後來就因為跟梁永齊演了一個歌舞劇 公主跟王子每天晚上ending的那一吻 吻出了一個近一個月的這樣子吻 吻出了感情 就造成了雙齊奪面這個事件 雙齊奪面最後回來就是梁永齊勝出了 就跟鄭一劍高調的在一起 那那個時候其實輿論對他們打法很重 就是說其實就覺得說鄭一劍是個復興漢 梁永齊是個狐狸精 可是他們兩個當時一開始是為了駁斥大家 給大家講說我們的感情真的 他們真的很同心協力在進行這段感情 可是但是這段感情當開始的時候呢 抵擋不住外界的這種傳言 所以就是說人氣是下滑的 但下滑之後呢 然後他們兩個都很努力 梁永齊就急轉型 變成一個創作型的歌手 學樂理啊什麼的 讓自己一直起來 擺脫這種陰霾 可是這一屆就感覺有點 好像就有點淡淡的 就好像有點對演藝圈 沒有這麼的熱衷了 因為被之前 因為他很紅嘛 被之前講了 然後極黨聯誉劇開始 收視率沒有這麼好的之後 他就開始沒有這麼的熱衷 那這個時候就開始出現 慢慢他們 後來這個也感情也七年 那七年中呢 也出現了一些狀況 因為梁永齊一直要證明 就說我們兩個是真心相愛 而且我們是經得起考驗的 就一直努力 可是正義劇就感覺 正義劇為什麼不像這個樣子 因為那個時候 香港電影的那個聲勢 就開始轉移了 包括郭富城 也開始都往下啊 怎麼樣有一段低潮 那正義劇就開始 沒有這麼的強烈的 在爭取或努力什麼 他們有幾個比較大的 一個衝突點 就包括有一次是 當然香港媒體有報導過 說一次是正義劇在家裡面 看A片 就是被抓到的這個事情 那梁永齊大怒 說怎麼可能在家裡面 看A片 你還有時間 這麼險 照理說應該去拍戲 或怎麼樣 所以有一次 或者是開間那個 有沒有影展嘛 對 就像自己的那個 藝術片 對 就好像然後兩個就快發生了爭執 對啊 聽說有一次梁永齊 這就是男人啊 工作上當你 其實正義劇也大紅過 他也很辛苦過 他可能覺得這段時間 他可能覺得整個市場下滑 或怎麼樣 放空一下 他就沒有這麼積極 可是看梁永齊 其實眼裡就感覺上不是滋味 就有 據說有一次啦 香港媒體報導就是說 有一次梁永齊回家 就忍不住兩個發生爭執嘛 因為七年中間其實也是有爭執的 就罵他說 你都不出去工作 你說你這樣算是個男人嗎 嗯 就大概講了這麼一句氣話 不得了啦 不得了 我要冷戰三個月 因為這種話是男人最聽不進去 那明明他就很沒用啊 可是又很怕 他等於聽到這種話 砍到一刀到心 對啊 自非嘛 女人好現實哦 怎麼叫現實 你聽 我要講一個我自己現身的經歷 來來來來 我以前是報社大記者啊 當後來我決定離開報社那一天 我毅然決然就不做了 賭氣就是說報社結束我不做了 他們本來叫我去相關報氣 我不做了 我回家跟我老婆講之後 我老婆一開始支持我 他說那沒關係 休息一段時間 我跟你講接下來幾個月啊 我跟你講冷眼看我 覺得這男人沒出席了 我跟你講 就是我還沒出來做名嘴哦 欸覺得不對了 就覺得這男人是沒出席的這樣子 你調整心態了沒有啊 現在我看又變了 當然啊 你是名嘴啊 對又變 所以我就想說 有人又說很現實 你知道嗎 男人能不能經濟起 這個現實打擊 很難有時候 所以我就說 男人那種心態我可以了解 因為我自己有經歷過 但我們還只是小事情 可是別人那是大明星 然後這樣子 然後鄭英健 他那時候只是 他有的時候 你老朋友講過說 你這算不算是個男人嗎 這句話呢 他沒講 因為我不一樣 是我還有點儲蓄 我本還夠 我本還夠 我本還不敢太囂張對不對 不敢太囂張對不對 真的不得了 這樣厲害的資深媒體人 對所以我說 其實像鄭英健那種心態 因為那個時候香港電影真的下滑了 郭富城很多人都這樣下滑 那我覺得鄭英健 他可能也是在洪流中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但後來這段感情呢 就真的是也敵不過這個爭吵 後來七年的時間 最後一次導火線就是 他們要去耶誕要去旅行 後來兩個人講 我跟我說 男人自尊心一旦受損了 男人自尊心一旦受損 他就不會給你 順了你的意思了 你要東他就往西了 很多我們剛講的故都這樣子 那一年 梁永祺策劃了一個 日本的聖誕節之旅 後來 一直弄 梁永祺在拍戲在忙 就把那個聖誕節假期排出來 就要跟鄭英健去玩 後來男生就不去玩 到最後的下 結果是 那一年的耶誕節變 鄭英健跟他的朋友去日本 梁永祺本來策劃這個日本之旅 你也是去日本啊 沒有他跟他媽媽來台灣 你基本很清楚 他媽媽來台灣 真的是各走各的 對各走各的了 就完全不照他們安排的行程 就不照說你要這樣計畫對不對 我就不走 我覺得男人一旦就是被你激到了 或是你覺得我是 感覺上你感覺在必是我的時候 不管你的眼光有多少 但我就會跟你唱反調 哎呦 麥大哥感覺在講自己的心聲 我就有這種感覺 小小小兵 小兵兵他那時候跟前妻離婚的 那段過程也是他事業最低潮的時候 對 那時候就是剛小夫妻結婚 然後他突然來這麼大的家計負擔 兩個小孩出生 然後他那時候也沒有戲拍 工作也不好 甚至去賣房子 聽說也賣的不是很理想嘛 就那時候是事業最低潮的時候 夫妻就非常非常會爭吵 然後彼此又年紀又輕 所以就 就這樣離婚了 像現在也是造成很大的遺憾 其實錢還是很現實的 對 尤其像剛剛講到 最近見啊 梁詠祺他們七年了 七年戀情到最後還是因為事業啊 金錢最後分開 所以呢 要維持幸福的婚姻還是感情 最重要還是自己要不斷努力 對 這是我們的結論啦 謝謝三位的分享 我們休息一下囉 耶 又到週末了 今天非常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瘟子馬 我們下週見囉 拜拜